大家好,我是靠波打野天 欢迎小天 今天是背靠背的连胜 连打两天 想说恭喜的同时 也要跟什么说一声辛苦了 所以现在 说实在的 因为连打两天嘛 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累 然后包括说最想吃点啥 补上自己这两天的体力上面的缺陷 你刚刚说没胃口 但是如果要吃点什么的话呢 其实这两天确实大家应该都比较辛苦 然后 想得69点的弹塔 让他补充面的能量 这场东风组的一个对决 其实关注度也是相当高的嘛 两位打野选手都是在野格上面 很有造力的 那作为队位选手来说 你会今天把重心放在野区交锋的哪一个点上呢 其实今天的话 更准备的就是 可能我们准备的会比较充足吧 然后我们有在PP上进行一些针对 然后又选到我们想要的英雄 而且两队其实在打法的风格上面 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 都非常喜欢围绕下半局去展开一些节奏 但是说实话 讲到打前期节奏的话 TOPO还是太有话语权了嘛 那今天第一局 对线期基本上就是把对方打到 很难去进行游戏的一个程度 那前期打了这么好的一个情况下 中期好像面临阵容的主动性 没有对面那么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们是怎么化解的呢 首先因为我们每条路对线都可以对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在第一把的一些计划 就是基本上围绕下路来展开的 然后到前面都比较顺利嘛 但是像Fanpass这种队伍 他就会打得非常的极端 然后就会干一些很夸张的架 然后我们也陷进去了 所以感觉第一把是非常安长淋漓的战斗 而且他们的反打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的 20分钟中路的那一波 其实第一时间是形成了 你们四打五的这样一形式嘛 而且对方的蓝布还卡了一下 你火蓝的位置 但是最后是打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形式 所以那波的一个情况是怎么去判断的呢 当时就是我们比较想逼中路 然后来打架 但是我们最后的结果有点勉强吧 可能就那时候有点太着急了 不过当时MF是在阵亡之前反手收掉了对面的蓝布 还是蛮关键的 然后这一把其实到最后的话 你们有一点点推进当中的一些失误嘛 包括也被对面烤了好几波的串 那你们在什么时候觉得说 这把应该是胜券在握了 其实从第一波把对面散布杀掉之后 这把就该赢得很快 然后我们中路也越打把对面中单单杀了 其实我们有一些运营上的细节做得有点太着急了 不过今天中单也是发挥得非常出色 你会怎么评价今天小短游的一个发挥呢 因为林坚从杀特回来之后 我觉得他就是进步非常大 我觉得他每把都打得很好 对线对得很好 然后资源团也比之前要落位的快很多 进步真的是肉眼可见的 那第二局依然是对线期有点叱咤风云的意思了 想问一下你的一个莉莉亚 因为基本上是在下路很关键的timing 你前来然后支援 包括说刷完狼之后 刚好到中路又吃狼又吃头 所以你的一个前期规判是怎样的呢 也是第二把的话 也是会比较围绕下路去打 然后就可能会比较顺利吧 因为下路对线对得非常好 而且最近小天有一个比较可爱的梗 也比较梗吧 就是你最近拿很多MVP的一些英雄 都是森系打野 所以想问一下小天 对于这些森系打野英雄 有没有自己的独门妙招呢 感觉这些英雄就玩得健康一点 然后 就是 有生机一点吧 怎么定义玩得健康一点 比如说就是像 爱问这种英雄就多重点槽 多给点盾 而且大家其实一直有在评论区问嘛 说天画是什么时候更新一下自己的画作 最近有没有新的灵感迸发呢 就在今天是吗 已经有点偶像包袱了 就不想画得太随意 然后也没有特别想 也没有特别有什么创作欲望 但是感觉粉丝们都爱看是不是 今天感觉可以回去一些 重新构思一下 有没有新的英雄可以去进行一个画作 那下场的话呢 你们将会是对阵到北京JDG 也是非常强劲的一支队伍 你会觉得这场比赛的第一关键在哪里呢 因为这场也是收官站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组准备 然后我们 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影响他们 好 一起打赏我们赛后投赛系 这次恭喜你们获得了比赛胜利 那接下来呢 就是赛后的粉丝护斗环节 我们先有请泡泡的所有选手 回到舞台上 有请 我们先试试试试试